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马坝这个地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坝腊染记忆沿用古法 每一个环节都在延续原生态纯手工的工艺 创作的时候 只凭着一把腊刀就要完成一幅复杂无比的文样 靠的只是个人的经验和记忆熟练度 大胆怨比信守年来 一气呵成灰纸一瞻后 便在白布上勾勒出了自己的腊染情缘 在马坝腊染的创作体系中 以苗家儿女所崇拜的蝴蝶妈妈图腾和苗家历史生活习俗为源头 并融于花、鸟、鱼等元素 天马行空又不识真实地设计出一幅幅令人赞不绝口的画作 绘制完成 才算是腊染第一个步骤的结束 接下来便是染色了 将绘制好的布皮放入调制好的染料中 反复多次进染 为了保障最后的颜色纯正 每一幅腊染必须历经多次染色、浸泡 五六天之后方可算是染色完成 染色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脱腊了 将晒干的腊染作品放入水中清洗 用以除去绘制时候附着在布上的腊液 反复洗净晾干之后 一幅自然、淳朴、满载苗家人历史文化的腊染 才算完成 以前便宝是平常的 除了便宝自经堂以外 然后只想到会能靠别的抖腊 和前头在 所以导致很多人来说是一直愿意 学习别的便宝得好多天 通过二百姓的宣传和推广 更多的人打布便宝得干净 然后饮料结别民族文化的美临 所以二百姓学的便宝的东西 自然的一定要传承开不来 周朝考工纪专注中曾说过 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功有巧 何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马巴腊染做到了 腊染的传承与发展 不仅为保护挖掘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保障 还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让更多人了解苗族文化 也让新一代的传承人 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